哈喽大家好我是方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色兵数据库视频 好久没有出数据库的专题了 今天我们上手的是刚刚发布的Moto HS 首发的骁龙870SOC 我还能再挤一点点 作为一款从865超频升级而来的芯片 具体功耗和性能表现如何 能否延续865的强劲表现呢 不过问题 小白色兵马上开持 虽然我知道大家不是特别关注 但是还是要给点面子 简单聊几句Moto的HS这台机器 采用了塑料中框和塑料背板的设计 在整机工艺和ID设计上确实非常一般 但在背部的纹理细节上处理的不错 渐变观感类似于AZ的玻璃 但它还是塑料 侧边集成了指纹的电源开关和音量键整体靠上 底部养生器Type-C接口 以及极其先进的3.5mm接口 屏幕方面21-9 1080p 前置双挖孔 这是分开了有点怪 靠近边缘与状态的持平 感觉像是上两代的旗舰 不过售价方面1999起 主角骁龙870 在规格上A77大核从2.84GHz超频到了3.2GHz 小白测评实测单核跑分967 相比于865提升约7.4% 在多核上最高得到了2753 我们多次测试成绩也大差不差 可能是前期软件版本的原因 这个成绩还不如865呢 在具体的功耗方面 这颗3.2GHz的A77大核功耗3.29W 相比于865高了0.4W 升高了约14.3% 是性能提升的两倍 照这个结果来看 这核超频大核应该是跑分转用了 我们实测方面也证明了这一点 半小时原神测试 870 3.2GHz的大核已经维持了1分钟 而小米10Ultra的865大核 却能经常保持在2.84GHz给它跑满 当然也必须说明 这不能排除是Moto调教的问题 接下来是GPU方面 官方宣称依旧是A650 频率提升到了670MHz 实测3DMark Open G213.1得分8496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基本持平骁龙828了 小米11得分8546 我们找了一下原因 发现Moto竟然在跑分的时候 把GPU超频到了905MHz 但实际使用上最高还是670MHz 大家为了分数果然都冒足了劲 但是在670MHz这个频率下 870的跑分一定会被目前超频版的865给打掉 不太离于870的宣传 跑分超频也就成为厂商们产用的手段了 所以870实际GPU性能可参考865PLUS 比如RG3得分7861 在具体的功耗上就非常有意思了 Moto这台机器整体的平均功耗是8.34W 小米11平均9.36W 要知道870的GPU频率要更高 跑分基本持平小米11 但是功耗却整整低了一瓦还多 GPU的能效也好于818 和865我们就不做对比了 毕竟仅限跑分的超频功耗 这个实际意义并不大 平时你也肯定用不上 在具体游戏方面 和平静HDR高清加极限画质下 平均值率59.61波动1.25 有轻微掉帧的情况 基本也是一条直线 在功耗方面 870平均4.42W 相比865高了0.35W 和818有较大差距 在半小时高压原神测试下 870游戏两分钟开始掉帧 平均率仅为44.5 作为对比 865的小米10Ultra平均54.3 比870高了近10帧 看来调教还是更重要的 想看CPU的运行期限 A77大核仅维持了一分多钟 后续就降到了1GHz A77中核也在两分钟之后 出现了阶梯式的降频 后续都是小核心在高频运行 当然GPU的平均频率 也仅有386MHz 小米10Ultra这个调教成熟的865 平均可以达到507MHz 且经常可以587MHz满血一行 这也就导致了 理论上870MHz 865提升了要10% 但是原神的帧率表现却非常一般 功耗这边也比较低 仅为4.85W 相比于865低了1.30W 不连接性能狗 再来一个极限测试 连续一个小时的原神最高画质 5000mAh的MotoCin耗电25% 换算成mAh 则耗电1250mAh 小米10Ultra这边1485mAh 在功耗方面表现非常不错的 在发热上870半小时就达到了46.8摄氏度 后续由于持续降频没有持续上升 在4摄氏中体感温度是最低的 和EQ7的调度策略比较相似 降频发热的同时牺牲了一些体验 在整体续航方面 小白测评3小时综合续航测试 Moto HS剩余了58% 小米10Ultra剩余60% 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3% 考虑到Moto的电池更大 换算成mAh之后 3小时耗电2100mAh 5小时续航综合耗电4350mAh 整体表现不如部分865的机型 和888也还有较大的差距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骁龙870实际上就是 骁龙865plus CPU的超频版 但实际体验上 就Moto HS这台机器来说 调教不如比较成熟的865机型 当然这也仅仅是第一台870的手机 而且Moto的系统调教 也确实不如其他厂商来的成熟 后续各大厂商再发布这颗SoC的手机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调教怎么样 毕竟理论上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OK 想了解更多机型的详细数据 关注小白测评论微信公众号即可 后续的各种手发机型 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 全网都可以搜索小白测评 我是王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